又来了啊 我昨天算了一下 我是去年八九月份正式回村里住的 现在马上快满一年了 在此之前呢 因为人情来往 也跑了小半年 算起来大概有一年半的时间吧 我回村里呢 一方面是因为有了孩子 以前呢 在深圳上班的时候啊 住那个城中村 城中村 楼间距特别近 每天晒不到太阳 带孩子要么去楼顶呢 要么去路边 是吧 或者去比较远的公园去转一转 总之在家里不可能晒到太阳 大白天家里面都要开灯 所以我回到老家之后呢 就把老家的房子给石桌石桌 弄了个院子 是吧 让孩子在院子里边玩 有春桌的阳光 新鲜的空气啊 是吧 我想这对他的成长也是有好处的 另一方面呢 就是我爸妈老了 之前呢 也是到处打工嘛 不容易 就一直没有个稳定的住所 我就想着把老房子 重新装修一下 是吧 让他们有个踏实睡觉的地方 至少不用交房租了吧 水电费呢 也比 也比你在外面啊 做的房子便宜 而且这个房子挺结实的 虽然是有个二三十年了吧 但是也挺结实的 位置就在马路边上 进城呢 也算方便 我是带着孩子 带着老婆 就是暂时的住一住 后期的主要还是给他们 就是给他们养老住的 回村这一年里呢 其实 我也算是融入进来的嘛 因为一开始很担心嘛 就毕竟二十年 没有回来过了 老房子都快成废墟了 村里边的人呢 也都不认识了 整个村子虽然变化不大 但是因为年轻人都出去了 就跟我一样的年轻人都出去了 物是人非吧 看着熟悉的环境啊 就没有了熟悉的人 就是感觉 有时候感觉突然就很伤感 是吧 人就是 经不起时间考验吧 哎呀 这一下 吃得远了啊 其实在村里生活呢 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 从里面的人情来往 我们这里人情来往 就是字面啊 人情来往 就比如说人们 办红白喜事啊 之间互相送礼 比如说邻居搬家呀 还是把亲戚孩子满月呀 从里边老人去世啊 等等等等 用我外婆的话 就是 人情来往 不亚于王法 就是 意思就是 怎么说呢 别人电话一打啊 就跟皇帝下命令一样 就是你不来也得来 你不来也得微信红包啊 是吧 支付宝红包啊 是吧 如果是不熟悉 中国大陆的朋友 可能会觉得 亲戚朋友之间是吧 办红白喜事 互相帮忙啊 道个喜啊 这有什么吗 对吧 为什么听你讲的 好像有什么 天那的负担似的 朋友 这里可是中国呀 我举个例子吧 现在我们这里小孩 而每一家小孩 都要办12岁生日宴 就哪怕你生个傻子呢 12岁到了 也得摆几桌 然后亲戚朋友 还不得不来 送礼呢 基本是200块钱起步 关系好一点的 亲戚近一点的 一般都是500 1000起步 15002000的也有 有些个不要脸的呢 男的呢 男的啊 女的没有 就是到了36岁呢 也要摆酒席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不知道这什么时候 新起的 我12岁的时候摆个 从来是没摆过 这个酒席的 我爸妈36岁也没摆过 不知道为什么这两年 特别多啊 摆这种酒席的 还有农村的老头们 是吧 这两年不知道 是不是也是商量好的 是吧 36岁的时候 没摆过酒席 那我们干脆来个 是吧 搞个60 60岁大寿吧 是吧 也开始摆60岁的酒席了 哇操 就是 怎么说呢 又不是什么明星啊 又不是什么大户人家 是吧 就一普通的农民 装什么呢 搞60大寿 是吧 但是没办法啊 人家电话打过来了 你能怎么办呢 我爸已经硬着头皮 去过好几次这样的酒席了 因为他明年也60了 我看他的样子 他也想摆 我说 我说过他 我说以后这样的酒席 不去就行了 是吧 我是觉得那些60岁 摆酒席的 真的没脸没皮的 真的太丢人了 感觉他想前想风了嘛 对吧 但是我爸 他有他的一套 他有他的一套说法 他的意思就是 我们家二十多年了 送了无数的礼 是吧 眼看着我都三十了 然后才摆了两次酒席 一个是我结婚嘛 一个是我生老大的时候 我弟弟呢 现在还不知道 什么时候结婚 是吧 我送了 我爸意思 他送了这么多礼啊 回本 不可能回本了 但是要回点血才行 所以说他想着 明年也办一个 但是我是不支持的 我已经直接告诉了 这太丢人了 还有像什么 生孩子摆酒席的呀 也是相当恐怖的 我一个远亲的舅舅吧 我外婆的亲侄 三十多岁了 才结的婚啊 结婚的钱啊 买房的钱 买吃的钱 都是他哥哥给的 他哥哥 我也喊舅舅 对吧 他在那个 湖北宜昌当律师 应该算挺有钱的吧 然后他拿着哥哥的钱呢 在农村找了个老婆 是个残疾人 因为车祸 少了一个胳膊 但是 但是这个 但是这个人啊 特别能生啊 基本上一年一个的杰作啊 几年的功夫 生了四个孩子 在我们这里 绝对算是超生了 我的天呐 接下来呢 就是他的一种操作呢 基本上把身边 所有的人啊 亲戚朋友 都搞得特别痛苦 为什么呢 我给大家算一算 因为你看 结婚搬家 这都两个酒席了 还有四个孩子 每个孩子满月 加周岁 一共十个礼 还有他36岁 身上 是吧 再过几年 四个孩子 12岁的酒席 那一个也少不了 很多人都说啊 这就是不要脸的白酒席的 因为我们这里 也有很多人 就把家里边 生孩子生多的 两个三个的 人家满月酒 只给其中一个孩子 白 周岁当然都是白的 但是像我 像我家宝宝啊 就只摆了周岁的 但是目前来看 这种规矩 好像并没有很多人遵守 我认识的大部分人啊 不管剩几个孩子 都摆了满月酒 还加周岁酒 看来人都是这样吧 说别人容易 是吧 轮到自己 也就那回事 还是说我那个 一口气 生了四个孩子 舅舅 在农村 没什么正经工作 就玩 反正过去那几年 收的礼金 也肯定是够了 不够的话呢 他哥哥也会给他钱 然后呢 天天在家 是吧 说是照顾孩子 但是有次 我听我外婆说的 就是他脾气很好 我外婆说他脾气很好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孩子一哭 他就下楼 从来不吵孩子 也不打孩子 我的天哪 我都无欲死了 这叫什么脾气好 是吧 四个孩子 你一哭就下楼 全扔给一个残疾老婆 什么人啊 什么 这他妈不就是人渣吗 是吧 其实呢 在很多年前 他的名声就不好 外婆还经常笑话他 说他没出息 这几年他哥哥发达了 给他钱 取妻身子 我外婆看 我外婆的看法又变了 是吧 从他没出息 然后变成了 把人家老婆孩子 车子房子都有了 还咋样嘛 是吧 有些事 有些人真说不成 但是没办法 有血缘关系 是吧 是亲戚 我有时候故意说气话 气我 气他们 就是说 人家就是屋里边 母猪产仔 白酒鞋 你们也会去 你敢不去吗 是吧 还有一种人情来往 也挺累的 就比如朋友之间的人情来往 我爸之前在工地干活 认识了一个工友 有次人家 半酒鞋的时候 喊他去 他送了三百块钱 然后我结婚的时候 他喊别人 别人也来了 也送了三百块钱 这扯平了对吧 但是人家这两年呢 大儿子小儿子 结婚生孩子都喊他去 然后他开始难受了 是吧 说是吃亏了 哎呦 我就说你这真的是活该啊 你干嘛当初要去呢 是吧 然后还有呢 是我亲舅舅 我亲舅舅也给我讲了个故事 就是很多年前呢 他给他儿子 也就是我的表弟 拜那个十二岁的九戏 在路上遇到我小姨的前夫 毕竟大家都是 以前都是一家人嘛 人家问他就干啥 他说今天中午 给儿子办十二岁的九戏 人家二话没说 也没去吃饭 反正掏了五百块钱 是吧 然后结果 这个钱还没五热呢 三天之后啊 我小姨的这个前夫 好像给他爹诸寿吧 也摆了个九戏 然后给他打电话 然后给我舅舅打电话 这五百块钱又送回去了 都没五热是吧 反正吧 这样的人情来往 我是觉得挺没意思的 搞得很多人都很痛苦 但是你又没办法 我以前不在家里面 是吧 在外面打工 感触不深 回来这几年多呀 我算是见识到了 什么叫人情来往 真的不简单 农村里面还有一件事吧 我感触比较深 就是村里边 如果死了老人 办白事 是吧 一般来说 能住在一个村里边的 多多少少都占亲戴故嘛 但是我们村呢 因为有很多搬迁过来的 所以现在呢 大概有一小半人 跟我们原来村里边的人 都没有亲戚关系 就是那个单纯的邻居关系 现在呢 所以现在呢 不管是有亲戚关系的 还是搬迁过来的 家里凡是有老人去世的 真就像网上说的一模一样 全村来持习 网上那是段子 那是搞笑的 但现实中 这个事一点不幽默 非常现实 为什么呢 首先 人村里边办白事 很复杂 很花钱 真的 要请西班牙子 要请唱歌的 这个唱歌可不是一般的唱歌 我们这里的唱歌是那种 到了晚上 要围着棺材又唱又跳 唱的什么你听不懂 但是必须得有 还有入恋的 做饭的 上山砍树的 因为首页要烧火嘛 还有这个维持秩序的 上菜的呀 搭盆子的呀 修缝墨的呀 台关的呀 什么一样一样都需要人 这都是开销啊 而且大部分都省不了 我回家之后呢 去年到今年的话 包括上个月 我家邻居 那个老奶奶去世啊 我去过十几个 这样的酒系了 大部分 当然好在大部分 都不是我的近情 有的是搬迁过来的邻居 人长什么样 我都不知道 但是因为住一个村里边的嘛 队长在喇叭上喊 就生死历劫的喊呀 你们是吧 得去帮忙呀 是吧 所以呢 所以呢 我都是按照我们这里面最低标准的去的 那些都是送了一百块钱 其实大部分人都是送一百块钱 还有人 但是还有很多人 我敢说有四分之一吧 都是百吃百喝的 是吧 人家火堆点着了 他们就在这 他们就在这打牌抽烟 吃饭的时候呢 比谁都积极 我们这里农村的酒席水准呢 虽然不贵啊 大概就三四百一桌 是吧 一桌八个人 但是他们都是托家带口来啊 像这样的吃法是吧 主人家最少得摆三天 长的一个星期的也有 估计啊 那个主人最后 主人家最后一算账 说的里经还不够支出的 有人可能说 半白是很计较这些干啥 当然也计较了 人都是经济动物 花钱得算账啊 当然除非你很有钱 你觉得无所谓 但是这些农村的老百姓 要我说都是很穷的 大部分都是在种地 全靠外地打工的孩子书写 是吧 这种酒席我很少去吃 因为一是不适应 很多人都不认识了 带着孩子无言瘴气了 不方便是吧 二是呢 酒席上没有人用公块是吧 老头老太太 吃饭都是抢一样 我受不了是吧 反正呢 我觉得传统的殡葬业 真的特别不经济 很折腾人 我觉得过年的时候 我一个比较近亲的亲戚去世 那个主事的人我还认识 小的时候他是干 他是专门干红白喜事的 没想这么多年啊 还是他 然后他给我 给我了一个白布 让我头戴上 让我戴头上 但是我没有用 我没有接啊 但是我爸妈接了 他们也是闲的 说实话 因为当时按照规矩的话 其实我们家不需要皮革代销 因为我们连隔壁亲都不吃 就是个隔壁亲 我觉得 所以我拒绝了 吃完饭以后就回家 结果我爸妈被留住了 因为 头上戴那个白布的 晚上都要守夜 能从那晚上多冷 我爸妈都快六十了 早上回来难受了一天 看出了这种场面之后呢 我真心觉得 就是政府推广 这个火葬 其实对老百姓来说 真的是好事 就不知道为什么 那么多人反对 可能是因为 要买公墓的原因吧 反正我们 但是我们这里呢 其实不需要买公墓 都可以埋在自家地里 就是墓地不需要花什么钱 至于大家经常吐槽的什么 这些 吐槽的什么 能做老人爱 打拼银子这件事呢 我倒觉得没什么 因为一个是我很少出门 出门之后呢 也就是遇见了 打个招呼就走了 就不会跟人闲聊 偶尔呢 遇到一些热心的 就拉住你 哎呦好久不见了 现在在哪发财 我也经常都是糊弄两句 是吧 比如说 就直接就说 哎呀发财啊 不敢想 现在这个 现在这个光景啊 有个活路就不错了 然后呢 别人也就不会再问了 其实很多人都是 担心啊 回家之后 被那个 回老家之后 被七大姑八大姨 打听隐私 完全想多了啊 大部分时候 你糊弄两句 别人就知道你的意思了 大家都识趣的 偶尔遇到一些脸皮厚的呢 其实人家也是随便问 也不想说 糊弄两句 人家也不会较真 要我说 这个世界上 真正关心我们的人啊 不超过三个 不要一出门 就觉得 大家都在盯着你 是吧 去哪里 是吧 别人都针对你 很多时候啊 大家都是话赶话 说到哪了 比我运行的人 还是比较少的 就真正会打听你 隐私的人呢 其实是父母 还有舅舅啊 姨啊 大伯二伯这样的近亲 是吧 他们仗着自己的背风啊 血缘关系 说话就没有顾及 就直接问你是吧 这个时候呢 你就随便回答一个 你所在城市的平均工资就好 没必要有压力 是吧 也没必要吹牛 也没必要谦虚 反正我的方法就是糊弄吧 你知道 我知道你是随便问的 是吧 就算你真的想知道 我也告诉你了 对吧 反正吧 在农村生活 免俗是少不了的 反正免不了俗 这倒是真的 但是也不会特别让人难以适应吧 我的秘诀就是少出门少说话 对吧 要说特别不适应的 应该是农村的蠢子太多了 真的 尤其现在是夏天 就简直可怕是吧 太多了 特别是晚上的蚊子都打脸 山路呢也不好走 下雨天经常石头掉到露面上很危险 还有买东西也不方便 特别是农村的买肉的时候 他卖猪肉都是这样 一头猪杀完 卖完 他才会杀下一头猪 所以说每次买猪肉的时候 看那个猪肉都黑红黑红的 不新鲜你知道吧 哎呀 哪怕冷冻的也行啊 但是没有 所以呢 我都是去县城啊 或者市里边的时候 大采购 然后去买肉 生活方面确实是不便的 反正最好的就是环境吧 每天早上起来晒太阳 环境是真的棒 如果不考虑生存问题 还有孩子的教育问题 我觉得一辈子住在农村 真的还也还不错是吧 哎呀 好了 今天就聊到这里吧 我要去吃饭了 拜拜